吴先生说招聘司机的公司当时告诉他 有租车和买车两个方案 经过对比他感觉买车比较划算 对方说买车需要查征信他同意了 查之前他就是已经叫我签这个字了 但是里面的那个3000块钱什么字打金他都没写 之后了确定下来了他再写 写了他这个单子又没给我 吴先生签字的是一张订车单 他手上有复印件 记者看到里面有一条声明 如果买方因个人原因中途取消订单 或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即是做买方违约 买方违约向甲方支付的定金3000元 作为违约金甲方盖部退还 吴先生说签字的时候上面的数字都还没写 去看车后他不太满意 金杯新元好运一号嘛 他们的价格谈下来是便宜了2800 应该是还要10万13000左右应该的 那我不放心昨天我们就没定 后来我老婆去了门又问他你这个3000块的一项金 那昨天还在问他你能不能退的 他说可以退的 到今天早上来了 那我们打算不够车了 我说你这个价格比另外的10S店的价格太高了 那后来他说那你要想做还是不想做 我说你谈得下来我做 我谈不下来我肯定不想做 订车单上有一个杭州科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章 支付记录显示 吴先生的3000元是转给了个人 单子上写着车辆定金3000元 不过吴先生说 对方之前表示这个是征信需要的费用 现在吴先生不想和对方合作了 想看看这3000元能不能多少退回来一些 来到这家公司 记者和吴先生刚进到办公室里 工作人员就关上了门 我们的摄像记者被挡在了外面 吴先生交的3000元到底是什么钱能不能退呢 吴先生觉得对方介绍的车比其他渠道价格高 所以他感觉被坑了 杭州科捷的工作人员回应 这是因为型号电池等不一样 当天上午 吴先生报过警 工作人员表示不愿意再协商 吴先生说 一开始对方说给他安排拉货 一个月能有一万二收入 他觉得还挺不错 想不到再买车这一步就谈不下去了 那笔钱他也会考虑走法律途径要回来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